怎样说话人们才会听Julian Treasure 人类的声音是我们所有人都弹奏的乐器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声音 它绝无仅有 或能引起战争 或能说我爱你 然而 很多人有这种经历 当他们说的时候 人们并不再听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怎样有力地说 而让世界发生某种改变 我所提议的是 我们需要改变一些习惯 在此 我为你们收集整理了 说话的七宗罪 我没打算假装这是一个详细的列表 但这七个 我以为是我们相当容易犯的坏习惯 第一就是流言蜚语 在背后说某些人的坏话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我们都很明白 那个说闲话的人 在五分钟以后 就会在别人跟前说我们的闲话 第二 评判 我们知道有些人在谈话中是这样的 这让人很难听近别人的话 如果你知道你被人评判 那时候是很难让人听进去的 另外一种消极 就是抱怨 这是英国的全国性艺术 是我们的全国性运动 我们抱怨天气 体育和政治 几乎每件事 但实际上 抱怨是病毒性的悲催 它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传播太阳和光明 借口 我们都遇上过这个家伙 也许我们都曾经是这个家伙 有些人有指责癖 他们怪罪任何人 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所以 这又是让人难以聆听的一种 七剑里面的老六 倒数第二 浮夸 吹牛 它有时贬低了我们的语言 事实上 比如 如果我看见什么真的很神奇的事情 那我该说什么呢 当然这种夸大后来就变成了说谎 彻头彻尾的说谎 我们就不想听这种 我们知道会说谎的人 最后是 固执己见 把事实和意见混淆 当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你就像在听风一样 你知道 有人用他们自己的意见来强迫你 这很难让我们听讲 这就是说话的七宗罪 我认为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但有没有比较正面的呢 的确有 我想建议四种我们可以牢靠战力的真正强有力的基石或者基础 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言语有力并且让世界产生变化幸运的事 这些事情连起来是一个单词 这个词就是hail 它有着特别好的定义 我不是讲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砸在你头上的东西 我在谈论的是热情的致敬或赞扬这个定义 我认为我们的言词会如此被接受 如果我们坚持这四件事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看看你是否能猜到 H代表了诚实 honesty 当然 说真话 直接了当 并且清楚明白 A 代表了真实 authenticity 做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己 我的一个朋友把它描述为坚持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美的表述 I 代表了正气 integrity 言而有信 说到做到 成为别人能信任的人 L 代表爱 love 我不是指罗曼蒂克的爱情 而是指对别人有良好的祝愿 这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 我认为绝对的诚实 也许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我的意思是 天哪 今天早上你真难看 那可能不必要 诚实是很重要的 当然 适当地带着爱 但还有 当你真的很希望别人好 就很难同时评判他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那么 Hail 上面提到的是你所说的内容 另外 就像老歌里唱的 你所说的很重要 还有你的表达方式也很重要 你有一个很神奇的工具盒 里面有难以置信的工具 然而这个工具盒只有不多的人打开过 我愿意跟你们在这里做一点探查 并且找出几种工具 你也许想拿来试一下 这些将会增加你说话的力量 比如说 音域 假声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没用的 但在两者之间会有一种是有用的 对于在座的语音教练们 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很深入 然而 你能定位你的声音 如果我把声音提到鼻子这儿 你可以听出不同 如果我把声音降到嗓子这里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大多数时候所做的 但是如果你想有分量 你需要降到胸腔 你听出了不同吗 我们给声音低沉的政治家投票 那是真的 因为我们把深沉和权力 权威联系在一起 那是音域 然后我们再说音色 那是你的声音 让人感觉如何 研究显示 我们喜欢那种丰厚 平滑 温暖 像热巧克力一样的声音 当然 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声音 这也不是世界末日 因为你可以训练 去找到一个声音教练 你可以做很神奇的事情 利用呼吸 姿势 还有锻炼来提高你嗓音的音色 然后是韵律 我喜欢韵律 那是唱歌 是原语言 我们用来传颂异味 在谈话中是意思的根基 那种说话一个声调的人 很难让人听讲 如果他们没有一点韵律 那就是单调这个词的来源 或者说枯燥无味 一成不变 我们还有重复性的韵律 每个句子的结尾 好像是一个疑问句 但事实上 它不是疑问句 而是陈述句 如果你一遍一遍地重复某个东西 它会限制你用韵律来交流的能力 我认为这是一件汉事 让我们努力打破那个习惯 语速 我可以非常非常兴奋地飞快地说着什么 或者我能慢下来强调 在结尾处 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沉默 在讲话中 有一点儿沉默没关系 是吗 我们不需要用恩和阿来填充 沉默就很有力 当然 音调常常跟语速一起来指示兴奋度 但你能仅仅用音调就显示出来 你把我的钥匙放在哪儿了 你把我的钥匙放在哪儿了 那么轻微的差别在这两个表达中 最后 是音量 我能用音量表示极端的兴奋 如果我打扰了任何人的话 抱歉 或者 我能用很轻的声音 让你认真的注意 有人全程一直都在说话 别那样 那叫做公放音乐 把你的声音不假思索和草率地强加给别人 不好 当然 这些工具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 是当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 这可能是像这样站在演讲台上对着人演讲 它可能是求婚 要求加薪 或者婚礼上的讲话 不管是什么 如果它非常重要 你应该看着这个工具盒 以及将要工作运行的发动机 没有预热的发动机不会好好工作 预热你自己的声音 让我给你演示怎样做 你们都愿意站起来一会儿吗 我会给你演示六个预热声音的锻炼 在每次演讲之前 我都这么做 在跟任何重要的人谈话之前 做以下这些 第一 举起双臂 吸气 然后呼出 啊哈 就像那样 再来一次 啊哈 很好 现在我们要预热我们的嘴唇 做出吧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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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很好 现在 BRRRR 就像你是个孩子 BRRRR 现在你的嘴唇应该活了 下一个是舌头 夸张的啦 拉拉拉 美极了 你们做得很好 然后 卷舌一个R RRRRR 这就像给舌头的香槟酒 最后 如果我只能做一个 专业人士把这叫做警报 这个特别好 它开始于Wi 然后转为O Wi是高音 O是低音 那么就是 Wi 妙极了 给你自己来鼓个掌 请坐 谢谢你们 下次你演讲之前 提前做到这几项 现在让我在结束之前 做个总结 这一点是认真的 这就是我们的所在 对吗 我们说的不好 人们也听不进去 在一个吵闹和喧哗的环境里 我已经在讲台上 分阶段地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会是怎样 如果我们有说服力 人们有意识地听 在一个量身定做的环境下 或者说得更大一些 世界将会是怎样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说话 有意识地倾听 并且有意识地针对声音 来设计我们的周围环境 那会是一个听起来 非常美丽的世界 在那理解会是常态 那是一个值得传播的理念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